老婆, 開完會了 在停車場等著你 還有五分鐘, 再等一會 我告訴你, 我剛剛聽到一個驚世秘密 原來你弟弟在靜悄悄搞一個 北太月山計劃 還叫Anthony成立基金集資 你有沒有聽錯? 他們以為停車場沒有人說得這麼大聲 我一點也沒聽錯 那我不吃了, 就這樣 Danny, 替我留意一下 現在市面有哪一種新的基金成立 然後新的資料給我, 就這樣 原來河秘的高峰這麼厲害 早知道我不來獻醜 令先生, 你真會開玩笑 我今天幸運 這個世界哪裡幸運, 對不對? 做得發展局常務秘書長這個位置 如果沒有那麼大聲的話, 怎麼坐? 好, 說你怎麼能吸引你 令氏地產部的負責人 有財有勢, 大半的樓市都給你玩了 那你先看著我吧 好…大家都不要那麼謙虛 總之坐在這裡的, 全都是精英 以後香港的繁榮就靠我們了 好, 來 大家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乾杯… 華先生, 總之以後我吃粥吃飯 全靠你了 說這些, 總之有什麼, 儘管開聲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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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好, 我三人被你哄得這麼開心 我果然沒找錯人了 我謝謝你才對 搭一條這麼好的路給我 總之以後有錢齊齊賺 來吧 想不到舅舅真的黏在柳澤城那裡 無緣無緣無故有人放電影叫你來這裡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擺明就是想理會你們 讓你們令家不和 就算什麼意圖都好 劉澤成這個人太危險了 可否至少會出事 很容易 阿傑, 你放心 爸爸一定會替你出發這口氣 不會讓你白白犧牲 兄, 告訴你我正在做事 我一定不會把令氏 摧在你姑媽身上 進來 舅舅有些事想跟你談就談 我沒有事跟你談, 出去 為什麼你還要去見柳澤成? 媽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 她說不想令氏再走以前的路 她不想再跟官商勾結賺錢 為什麼你不聽? 你憑什麼來質問我? 我做每一件事都是為了令氏好 你說什麼就走回正途 不再用非法手段 全部都廢話了 我告訴你 自從你來了之後 我姐整個人都變了 如果我不做回事, 令氏就完蛋了 舅舅 柳澤成是一個什麼人, 大家很清楚 不過, 媽媽不想被他牽著離開 才跟他劃清戒絲魚 你再跟他合作之後死路一條 不跟他合作就死路一條 你看看我現在的令氏像什麼 每方月下, 我Ricky為了令氏 連條命都沒有 為什麼? 是因為你們兩個不思進取 每天, 我不想令氏倒在我家手上 明白嗎?野仔 舅舅 你聽我說 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閉嘴, 我告訴你 你別再在這裡一枝也錯 出去 出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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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閉嘴 閉嘴 對不起 對不起 爸爸沒有好好地保護你 對不起, 閉嘴 對不起 對不起, 舅舅 你別碰我 是你 要不是你弄得Ricky放送去台灣 他就不用死 是你, 是你害死他 是你這個混蛋害死他 是你害死他 你怎麼這麼吵? 阿堅 你怎麼了?阿堅 我沒事吧? 媽媽 剛才我保護舅舅襲野的時候 只想撞傷就沒事 我和你去醫院了 不用了, 我沒事了 我真的沒事了 是我打到你的兒子這樣 我不敢告訴你們 是我瞞著你和柳澤盛合作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 這麼多年來 我為了令氏摸心摸命 你從來都沒有讚過我這個弟弟 從來都沒有信過我這個弟弟半句 本來我們大家一家人 我也不計較 但是自從… 自從他來了之後 你就什麼都聽了他說 你有兒子萬事足 沒問題的 但是為什麼你不退下來? 為什麼你只要霸著主席的位子 不放手? 我Ricky為了令氏 犧牲了他的命 他得到你了嗎? 我問你他得到什麼? 他得到的唯一就是嚇死意向 你們兩個要享清風分, 我不妨礙你 但是告訴你 我和Ricky在寧時那裡所做的一切 我不會白白地浪費了他 我要告訴Ricky 就算沒有了我們兩父子也一定可以 以後你就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各有各做, 睡覺了 最新劇集《逆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看劇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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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